你见过这么黑心的酒店老板吗 这个城市正在发大税 一群志愿者来到附近酒店办理入住 结果发现酒店竟然坐地起家 200块钱的房间直接涨到2000 他们不停抗议 前台小姐姐则一脸的无奈 老板听见后 直接几句话对了上去 可当志愿者们入住后 却发现酒店的水壶里 竟然还住着上一个客人的内裤 女孩叫来老板理论 谁知道对方恶人先告状 其的女孩直接退房离开 但老板却变本加厉 要求员工将酒店所有东西都涨价十倍 晚上老板回家 一开门却发现地上铺满了缴费单 想要开灯竟然停电了 来到厕所打开水龙头 连水也停了 这究竟是欠费了多少呀 老板捡起地上的缴费单一看 三万五千多 老板看完后心头一紧 开始呼吸困难瘫倒在地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他接通电话 电话那头却提示道 你的呼吸已欠费 请尽快缴费 你们知道老板最后怎么样了吗